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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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际上是多大一件 若那些腋肉小至2mm 我们都可以看到 若果整个已经塞住的 限制已经是3-4cm以上 才有机会塞得到 直径3-4cm 最起码 3-4cm 最起码 挺大一件的 圆滚轮 圆滚轮的 可能是不能塞住 亦有些人会继续塞住 塞住了便不能塞住 那这种磨擦就会产生血的感觉 是吗? 有部份人会有 所以大便便会看到血 就是这些病变的色欲 去到很后期的时候 有机会把血脱掉 后期才有 所以朋友要做一些检查 准备看好身体 假设我们看到 立刻切掉 会否有些再恶化的情况 会是怎样的呢? 跟所有的癌症一样 其实肠癌是可以扩散的 它扩散的途径包括几方面 第一,它可以经淋巴线 走入淋巴组织 第二,它亦可以走入 它旁边左右的器官 由于大腸是贯穿了 整个肚子里不同地方 之前说过左边、右边、上腹 其实全部都有大腸在 视乎柳子不同地方 它可以侵入不同器官 例如在直腸 可以走入膀胱 可以走入盘腔 例如在左边、右边或上边 可以走入腹膜的地方 另外,它亦可以经过血流 走入肝脏、肺部 甚至有时候走入骨头或其他器官 可以幻癌 可以幻癌 可以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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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 抢癌相对来说 扩散的机会 没有其他癌症那么早 不是很早 开始扩散的癌症 我对癌这件事,经常听着这个字 其实有些陌生 我想我手机旁边的朋友都听得很熟 其实在我腸里面的癌症 以我自己的很坊间的理解 就是自己的细胞病变,一路生,一路生 一路生,一路生,一路生 变成一粒肿瘤,癌症 其实这些病都是自己的细胞 这些细胞病的细胞走开了,移民到其他地方 但器官从那里生出,是否这样的概念 这些细胞本身都是自己的 但它是一个自己的细胞变成不受控制的生长 其实我喜欢当它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也是人 它由好人变成坏人 然后去到第二个地方 它会令到旁边所有的人都跟着它 一起变成坏分子 这些就是它所谓扩散的原理 它是在局部地方首先生了一些 我们由原本自己的好细胞变成坏细胞 然后坏细胞经过血流也好,经过淋巴腺也好 或者它自己直接走到旁边也好 它会落地生根 它在那些地方 用那些营养血液 令到那些附近 都生一些不正常的细胞出来 然后 然后 癌症的问题就是 它占地方 当它坏的地方越多 其实我们好的细胞 就越少地方可以去用 而且也越少营养可以去用 也越少血流可以去用 所以久而久之 整个身体慢慢被坏分子涂空